给你买了早餐 快吃吧 吃完陪你去公司 谢谢 你都这副尊容了 还去什么公司啊 赶紧回去睡觉吧 周建青 来了 你赶紧回去吧 怎么了 我的魔防 你动了 什么魔防 放桌上的魔防 我没看到 我想起来了 我好像一不小心 把它当成垃圾 扔垃圾桶 我早上收拾东西的时候 把垃圾放到外面 被阿姨拿走了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 不要碰我的东西 如果你做不到 你就搬出去 你放开他 你凭什么这么对他 他可是你的未婚妻 所以我和我未婚妻 之间的事 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是不是觉得 成为他的未婚妇 就跟肆无忌惮地对他 所以你现在又是 以什么身份 在这儿和我说这些 我是他朋友 一个不想看到他 受伤害的人 我不想和你多说 这是我家 请你出去 请请 我们走 张颜 这可能是个误会 顾总 九点半 那我们约了 布鲁瑞开会 你和顾总到底怎么了 他怎么一大早发那么大脾气 我怎么知道 我就是弄丢他一个魔方 结果他突然一下子进入狂造模式 魔方 是他一直放在家里的那个吗 他有什么特别的吗 是什么限量版还是什么名牌 你闯大祸了 什么大祸 你别吓我 真的那么贵 这个东西和贵不贵没有关系 那是他哥哥的遗物 他哥哥去世十多年了 顾总不愿意提 我只知道顾总所有的心理问题 都是他哥哥去世后留下的 所以那魔方对他很重要 他平时是不是都这么对你啊 没有 他平常对我挺温和的 对我挺好的 你就别敷衍我了 因为这么一点小事 就对你那么凶 我真的看不出来 他平时哪里对你好 你想多了 你看我 我像是会被欺负的人吗 他刚才凶你的时候 你明明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那是今天没有发挥好 你放心吧 我们俩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他对你那个样子 我全都看到了 你让我怎么放心啊 他要是真的不懂得珍惜你的话 你就赶紧离开他 我知道了 张言 今天你可能真的得替我去趟公司 具体修改方案你记得吧 替我跟老板转述一下 拜托你了 回头我请你吃饭 小姑娘 你怎么把我的垃圾发到到处都是啊 对不起啊 我再找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这么重要 不好意思啊 我找到了以后 马上帮你装回去 行行行 一会儿给我弄好啊 好 走 走 怎么样怎么样 顺利吗 老板对我们的修改方案有意见吗 不会吧 还得按照以前的话 那种脑残剧情 让我怎么化吗 老板说了 说是你的修改方案 读者发现特别好 以后最按你说的办 真的 你这小子也太坏了吧 吓死我了 不过我们能自己修改剧情 真是太好了 你说我们是不是快走上 真万化家的大道了 等等 不用了 我自己来吧 你刚才说的急事 不会是去垃圾堆给顾南周找魔方吧 毕竟那是我弄丢的嘛 我就顺手帮他找找 为了一个破魔方 你就放下你最重要的漫画 你还去发垃圾堆 你就这么怕他嘛 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个东西 对他挺重要的 对他最重要的应该是你 你可是他的未婚妻 好好好 他今天是激动了点 不过他平时不这样的 你就别骗我了 我看啊 他平时就是这么对你 你才这么怕他 喂 老板 周天青 这周啊 你还得赞赌玛丽 加更一次 又加更啊 这是网站编辑的要求 你加更了这周才能给你推荐位 这可是绝佳的机会啊 好吧 加更是吧 我陪你写一夜 你行吗 你昨天不是没睡好吗 你不是也没睡几个小时吗 我可是你的左右手 没有我的话 你今天晚上能买得成吗 师弟 你真是太仗义了 走 没想到还真拿下了鲁瑞 顾总 您这魄力我服了 这应该算是 国产动漫的里程碑吧 这次多亏引起支持 不然这合作也没那么好谈 那咱们是不是还得算上 周建青一份功劳 把今天下午的内部会议都取消了吧 我得回家一趟 好 吴燕蒙 不好意思 我是今早上麻烦您把垃圾留下的业主 哦 那个魔方啊 有个小姑娘已经替你找到了 找到了 对 一大早就找到了 她在小区里啊 到处翻垃圾桶 弄得浑身是垃圾 听她说 这东西对她很重要 有本命似的非要找到不可 谢谢啊 没事 给建青一份 入墙 墙 popped 你把魔方找回来了 之前不知道这东西对你很重要 不好意思啊 你要不先吃点东西吧 没心情 我们还有几张线告没画呢 还有四张 爆干了爆干了 那你喝点牛奶吧 稍微补充一下体力 算了算了不喝了 还是赶紧画吧 喝点吧 谢了 我给你帮你帮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顾南周是不是催你回家呀 稿子都没画完 回什么家 不如今天晚上画完了 你就在学校复习宾馆住吧 太晚了 我怕你回家不安全 行了 行了 等画完再说吧 难道真受我气了 死了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雨 你在哪儿 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泪又再偷偷地配合 想误会把歌和 逼退到了角落 今天的事 我不懂我们这是怎么了 因为还在闪烁 为了你的许诺 恋恋不舍 所以想念更苦涩 慢慢熟悉的抹合 盼爱梦里换河 对你深深在意 哪怕是独生距离 守护关系 也许有种眷恋 已经超越过光影 我只想追回别再错过 听见回忆再说 你的好我记得 对你 顾总 你真够可以的 明明自己都睡眠不足了